中美关系大逆转陆学者,局面更甚,1989年,随着贸易战局势恶化外界,发现中美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大逆转对此。 有大陆学者担忧中美现在的矛盾局面,是过去40年来最深刻的一次,甚至超过1989年此前,已有学者警告中美关系,已步入全面脱钩阶段。 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彻底失望广告,近期中美贸易战升级,中美关系成为众多学者讨论的话题。 中国美国问题学者,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助理达威表示,中美现在的矛盾局面,是过去40年来,或者1972年以来最深刻的。 甚至超过1989年达威,是在出席第11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时,提出上述观点。 自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大陆后,中美关系开始缓和。 但1989年发生的,六四天安门流血事件中美关系开始恶化。 而自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执掌白宫以来对中共的态度出现更加明显的转变,从美国印太战略概念的出现到台湾旅行法的宣布,再到中国南海的军舰对峙,以及近三个月来逐轮升级的贸易战。 中美关系似乎从没像现在这样风雨飘摇,剑拔弩张外界还发现,川普对中共的认识很清晰。 他上任后,几乎每次出席重大活动,都在抨击共产主义。 2017年9月川普,首次在联合国演讲时强调共产,党走到哪里就给哪里的人民,带来灾难。 10月川普,又在庆祝西班牙文化遗产月的活动时,多次抨击共产主义。 他说失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给世界上每个地方带来了悲痛和苦难。 12月18日川普发布首份国际安全战略,报告更以强应措辞,将中共与俄罗斯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报告指出, 中共利用信息和数据压制本国社会,压制公平自由的经济,扩张军力,又通过经济利诱与军事恫吓。 像其他国家,散播其独裁体制特色,试图取代美国在亚洲地位等一系列行为,威胁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川普说,在全世界我们面临着流氓政权,恐怖主义集团和象中,而这样的竞争对手,他们挑战我们的利益。 我们的经济和我们的价值观有评论认为,近期爆发的中美贸易战是中美关系,面临全面脱钩的表现。 川普早在竞选的时候就曾经猛烈抨击中国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威胁,要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并对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致命中国一书,被认为是贸易战的剧本。 书中用大量例证揭示中共的经贸政策,让特权阶层做大,但同时伤害了中美两国的工薪阶层。 深受美国总统川普信任的白宫贸易顾问,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皮特·尼瓦罗是致命中国的作者之一。 他近日针对贸易战局势,表示,川普总统是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他所做的只是让竞技场地保持公平,针对美国对中共的强硬转向。 中国协者陈定定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是攻击性和长期性的,基本已经放弃改变中共的期待。 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彻底失望。 陈定定警告,中美贸易战可能不只是暂时的擦枪走火。 中美关系,已步入全面脱钩阶段,或将步入十年黑暗期。 中美关系,已选择。